庆祝8月1日 原住民族正名纪念日 一场嘉年华会庆典活动 在南投中心新村登场 各个族群齐聚一堂 现场也同时许多原民农特产品 及手工艺品促进彼此交流 虽然我们不是同一组 但是大家在一起 可以互相演习文化 这是最特别的地方 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 我们希望能够推广 我们原住民的产业 包括它的艺术 包括它的文化 那也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 真的是能够让我们原住民 能够更多的机会 然后展现出自己 最优秀的一个人才 在这场嘉年华会当中 最为特别的一项节目 就是进行台湾原住民 国际青山大使选拔 主任表示 能够穿上自己族群的衣服 除了感到荣耀 让大家认识以外 也象征着以族群的代表 走向国际 担任这一次的青山大使 主要是就是让我们 省现赛德克组 让更多 更多族群知道说 我们的特色 然后呢 在未来的话 是等于说 会让我们 这次产生的女性 你要马上 马上 恭喜你 这是很荣幸的在这里能参加第一届国际青山大使 在这里可以展现海岸县阿美族东部部落的服装跟热情 也有族人表示 这次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参加国际青山大使选拔 因为他希望下次能有更多的族人朋友 也有机会代表自己的族群站在舞台上 原市新闻一丸八堵南投中心新村采访报道